荣耀发财快保 打些什么都知道 版本更新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 想必小伙伴们都已经适应了新版本的节奏 正式服里的各位壮汉在上分的路上 打得头破血流 那么体验服务又出了哪些新调整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当其初就是曹操 前几日官方对其进行了一波加强 可没想到曹老板非但没有选择闷声发大财 非要参加什么版本自己的竞选 这不刚加强还没污热就挨刀了吧 首先是下降了曹操开启大招后的生命回复 我们将回血效果进行对比 体验服6神窗开启大招后 每次平A回血量都比正式服少50点左右 大招持续期间大概少了400点左右回复量 问题不算太大 其次还修复了曹操开启大招后 2技能命中多个单位多次回血的bug 总的来说对比前几日攻速提升 以及修复了开启大招后普攻丢失回血的bug来说 在我看来体验服的曹操绝对是一波正向加强 光速拔刀光速回血 期待正式服上线 不过这些加强仍不能解决曹操小短腿的问题 这么多次调整依旧没有从位移机制上动刀 看来我们曹操短时间的很难甩掉 狭谷距离计量单位这个称号了 接着让我们看看第二位英雄 苏烈 提起苏烈别的不说 单就1%这个出场率 连曹操和杨检都深表同行 此次官方对其展开了下水道打捞计划 将大招额外震荡伤害比例 有50%上调至80% 那么这个伤害究竟能不能从量变引发质变呢 让我们再来进行一组对比 正是苏烈半肉出装 面对两名队友贴身保护的神装后翼 蓄力大闪过去 后翼差点原地去世 而在体验服 后翼直接当场猝死 仅仅只需要半肉 就能大招秒掉满血后翼 这伤害隔壁的晋师傅和信师傅都残哭了 总的来说这波加强在伤害上还是有明显提示的 但是苏烈最大的问题还是机动性差 手感笨重 虽然拥有不错的开弹手段 但是因为大招蓄力的机制 又太过于依赖闪现 现阶段对比同类的坦克职位来说 依然略逊一筹 那么这次调整 到底能不能将苏烈打捞成功 让我们静观其变吧 最后就是米悦 此次官方给米悦的二技能新增了效果 每0.5秒对敌人减少5%的移动速度 最多可减少40% 至此米悦终于有了一个控制技能 自打新赛季削弱了巫术法杖后 卡双A的爆发流米悦伤害也受到了影响 而此次官方给米悦一个减速效果 大大提高了米悦的流人能力 相较而言 如今米悦走持续输出流的收益 更大于走爆发流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金色圣剑这个装备 金色圣剑各个属性都非常契合米悦 米悦的二技能 只要连到敌人还有额外的法强收益 可以提高金色圣剑的被动伤害 并且现版本米悦基本都是走对抗路的 暂时的爆发并没有法师那么高 米悦的输出环境相对而言要好很多 买完鞋子后 五个守护者的卡甲可以出金色圣剑 快速取得献拳 然后进行游走或者入侵敌方野区滚起雪球 只要掌控了游戏节奏 就相当于掌控了圈区 当然如果走持续输出流的米悦 势必是出半肉以保证坦度的 只有活着才能打出更高的输出 且没有高额的爆发 持续输出流的米悦更依赖玩家的操作意识 不过相对而言容出率会更高 总而言之装备的调整以及新增的被动效果 无疑是让持续输出流米悦更加顺应版本 那么具体表现如何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了 另外再给大家公布一条爆料 王者荣耀将与SNK进行新的联动 双方将各植入一个角色 在对方的游戏中进行战斗 这也将是继纳葛鲁鲁佑金不知火舞以后 第四位SNK英雄 快分享给你的小伙伴们 一起猜猜试魂里的哪位剑客 又在王者峡谷里登场呢